这里还是天阳玄机啊 我们说这个宝云纹呢 它的形状还是比较怪的 它这个是其实就是手指的指纹长在手掌当中 指纹我们说这个 这个斗和波节都是跟这个 这个斗特别是斗啊 就是跟这个同心圆差不多啊 就是跟这个年轮一样一圈一圈的 这种纹路长在手掌明堂 或者是月丘的位置啊 是非常不错的 特别是长在这个明堂掌心的位置 那么这种纹路呢叫宝云纹啊 有这种纹路再加上三奇纹的话 那么这种呢是非富即贵啊 宝云纹的男人呢 做官的几率很大啊 富贵双全啊 如果是有八字手 要面向风水方面的困惑呢 可以看一下片头片文 或者关注我私信啊 咱们接着讲这个 在无名指下方啊 就是在这个太阳丘这个位置 出现了这种星形的纹路啊 这种纹呢能够终晚年得志 后半生的财运比较旺 在无名指下方的金星 金星纹呢 不管男女做事是很认真负责啊 聪明能干 值得信任 属于越挫越勇的类型啊 中年之后的运气是变好 能够这个名利双收啊 富贵漫堂啊 这是一个 咱们再接着讲这个双鱼纹 这是一种比较罕见的手心纹路啊 这个双鱼纹的位置 一般都是在拇指的下方 在这个更宫的位置 更宫的位置 由有一条纹路呢 交叉生命线 形成类似于这个鱼状的纹路啊 跟这个鱼对一样 鱼一样啊 这是鱼头 这是鱼尾巴啊 和这个交汇掌心这个地方啊 有这种种 这个首相的人呢 是人 这个人才 这个文采出众啊 学习能力和写奏能力是非常强的啊 而且呢 手掌如果是再加上色泽红润 掌纹细腻 那么这种呢 是官运不错啊 是属于这种典型的文人 文人从官 文人从政 依靠自己的努力呢 是踏上官 踏上这个官场啊 当上这个一官半职的啊 这是一个双鱼纹 双鱼纹其实跟宝云纹呢 都是这种人 再加上三棋纹啊 都适合在官场上 做官啊 对于男人来讲 好了 这个内容就分享到这里 这里还是天空玄机啊 如果是有困惑 可以看一下片头片尾 或者关注的事情 我们下期再见